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罔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 公然在台湾问题上胡言乱语 指手画脚 妄议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以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绝不容外人肆意染指 日本曾对台湾殖民统治 长达半个世纪 犯下了庆祝南书的罪行 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的历史罪责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任何人胆敢重走军国主义老路 挑战中国人民的底线 必将碰得 头破血流